其實真的沒有人喜歡遇到不幸的事 沒有人喜歡遇到不開心的事 誰喜歡自己失業 誰喜歡自己失戀 誰想生病 每個人都想自己的親人永遠都留在自己身邊 不過事實又是人生不如意的事的確十上八九 奇怪的就是不知為何 總是去到那些情況下 我們才會問一些跟我們人生最貼身的問題 不再去說我要吃些甚麼 我要怎樣花錢 我要去哪玩 我要看到甚麼戲 那些問題 而是去到那些時候你才會問 到底我在哪裏來 到底我要去哪裏 人生的目的 人生的意義是甚麼 到底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一個神 奇妙的地方就在這裏 就是每一次當我們真的去找 去問這個世界有沒有神的時候 神就在那些時候跟我們遇上 聽下以下這個故事 我叫Sydney 我來加拿大四年 我為甚麼上教會呢 那時是因為我有一份工作被人 離開了 那我是很失望 很不開心的 那段時間還有另一件事 是令我更加不開心的 是因為我和一個男生分手 他因為他是基督徒 他和我拍拖一段時間後 他跟我說Sydney 你不是基督徒 我不可以跟你繼續 我那時就覺得很雙重的打擊 是跌入很谷底的地方 我覺得 I need help whatever it is 我需要好 我需要一些幫助 剛好那時 其實我的心理 我現在想起是一個不太對的心理 因為我覺得 那你因為我不是基督徒 你說不行 那我是基督徒就行了 那我就說好 那我要變成基督徒 那我不知怎麽開始了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 我唯一認識的基督徒的朋友 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不知怎麽算了 我又想找工作 但是又不知道 很難找工作 但是又分手很不開心 我朋友說他個人能力很有限 他都不知怎麽可以幫到我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我幫你歧託 他當時就是面對面 握住我的手 開始幫我歧託 當我聽到他跟他的天父在說話 在溝通的時候 不知道怎麽樣 我就哭得好像一個寶寶 當時是很觸動我的心 他後來也回去跟我說 就說你回家都可以試一下自己的基督徒 那時候我祈禱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的預期 我覺得 我沒有任何要失去 不行 那就不行了 可以的話 反正有人跟我聊聊天 好像有人跟我聽說話 好像跟我樹洞說話 說一些秘密 其實都好像一個 抒發壓力的方式 我都開始跟一個叫天父 跟一個叫神人說話 但是很神奇 我覺得我說的 好像所有東西 是被人聽到 是有回應給我的 我找到一份我很喜歡的工作 我後來變成一個很開心的人 那我就覺得 我想去另一個程度 我想更加一步 不如我開始回教會 那我就回來了 那我就回來了 但是其實 因為我曾經是 都是被人拔過回教會 我是不喜歡回教會的 所以我當時 對回教會這件事 我覺得 我給了最後一次機會 反正我以前都不喜歡 我今次如果再不喜歡 我今次如果再不喜歡 我以後都再不回 我其實甚至遇想 甚至遇想自己 可能會再次拒絕 反感 我還記得第一次 坐下來和Sidney聊天的時候 她問了我很多問題 很多關於基督教信仰的問題 特別是基督徒有什麼規矩 她可以做什麼 應該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很多 一個不信的人 很多時候會問 那些道德規矩的問題 我記得那晚和她聊天的時候 我心裡覺得 這個女生真有意思 因為她很有誠意 於是我就解釋給她知道 一些在一個不信耶穌的人 的世界裏面去想 覺得是道德規矩的一些問題 但是在我們信耶穌的人裏面 其實是說 這個世界有一個神 而這個神真的很愛我們 那我猜 那晚和她解釋了一段 我覺得她是不明白我說什麼 問完一段 我答完一段之後 終於我有機會 我就反問Sidney 我說 你也來了 那段有一個多兩個月 有沒有想過你會相信耶穌的呢 我很記得那一晚她怎麼回答我 她說 我覺得自己好像在敲門 而這道門後面好像是有些東西 但有些什麼我還未很肯定 那我心想 哇 真是正 真是 我跟神 真是很近 真是很近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就開門 你和她遇上 那我記得那晚我們做了一個 尋找神的祷告 我們為Sidney去求的就是 她有一天她能夠遇見耶穌 她可以相信耶穌 其實我剛開始 我有興奮的那些硬件 音樂崇拜 很好 歌曲很好聽 那些人很友善 我覺得回來 有人跟我吃飯 有人陪我 我不用一個人在家那麼慘 在那裡覺得失戀很慘 剛開始我承認她 是被你吸引到的 但是我覺得 當你在一個社會 你融入在一個社會 你會被影響 會被帶動 那你會慢慢 會開始 建立你自己的關係 你的聯繫 跟別人 那些人是會 他們所做的事 他們所想的方式 會影響到你的行為 和你的方式 我開始慢慢 讓這件事 進入我的生命中 所以我扭在歌倫 我首先做的事 就是祈禱 我祈禱 我的心可以被打開 我祈禱完之後 我不知道 我可以付出什麼行動 可以令到我這件事 可以得到的結果 我只是祈禱而已 但是有一次 我參考以前歌倫的 一個講道 叫做 門徒 裡面有一個星期說 其實你相信這件事 現代人的方式 是先明白 之後再相信 相信之後再跟隨 但是其實 木正華 其實信仰這件事 可以反過來 你先跟隨 你先跟隨 你先跟隨做 之後 你或者 可能就會 相信 相信了之後 你就會明白 其實我想回 我當初 開始 這個信仰 最起點的時候 我其實也是做了 跟隨的動作 因為我是 我是不明白的 但是我才站在肚子 我祈禱之後才發現 原來好像是有回音 我就開始順順地 其實我想回我的過程 其實都是這樣的 那不如 為什麼我不可以再多些 做 involve 進去呢 說不定我involve 多了 我就會相信得更多 這個信仰的基礎 就會更加之深 所以 當我更加做 多些 我回到preioi course 我每個星期回來崇拜 我開始會讀聖經 了解耶穌這個人的時候 這個 我的門 慢慢就被打開了 那我是怎樣缺制的呢 我是因為 當我 信了 當我參加了這些 那麼多活動之後 我是覺得 我很想我的生命被改變 我看到他們 我看到我身邊的 高輪裏面的人 他們是有一種喜樂 在他們生命裏面 我知道他們每個人的生命裏面 其實都會有不開心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他們可以 時時刻刻 都可以用一種好的態度 去面對這個生命呢 我也想變成這樣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 在這個群體裏面 他們拿他們的生命 影響我生命的一件事 那我 我就覺得 我很想 好像他們這樣 雖然在這個團體裏面 你可以影響 但是我想 我想 可以 甚至可以影響 這個群體 以外的 一些人 那這個信仰 帶給我 其實很多 很多事是我以前 不會 不會 經歷到的 譬如說 我覺得 最大 最直接的感受 就是我現在 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都 很開心 是時時都 覺得 遇到一些 困難 不要緊 有個主在 有這樣的感覺 而且 很多時候 自從我 開始看聖經 開始 靈修 進入問愛的時候 我是做了很多 反省自己 去反省自己 很深的事 你自己究竟有什麼問題 你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你這個生命被創造 你被創造 當時 給我自己的期望 是怎樣的 我要怎樣會出這個期望 我從來都不會 在以前的生命邊 我不會去關心這些話題 即使這些是關乎我自己的事 所以 我覺得我被改變的事情 就是 我又開心 又可以很反省自己 還有 我很想 我曾經 我不覺得自己的心 是關閉 我不覺得 我關閉了 我不讓人進來 但是 我現在覺得 我可以打開得更多 我很想 給多些愛進來 又想更多愛 從我這裏再出去 聽Sidney的分享 我想有一個位 是真的很觸動我 就是 他說 有時 信耶穌這個過程 是跟隨了先 然後 才去相信 然後最後明白 這跟我們平時說 你真的要明白了 明白了 你就信了 信了你就跟 其實有時那個過程 是剛剛調轉的 就試一下祈禱 試一下真的回教會 試一下真的找個基督徒 聊聊天 試一下認識下一個信仰的群體 其實是怎樣的 甚至參加他們的敬拜 跟他們一起唱歌 我覺得 真的在那個過程裏 我真的覺得 在那個過程裏 我們會遇到上帝 我們真的可以 在那個過程裏 遇見這個所謂的神 我很希望 在這個世界上 在外面 如果還有很多 在沉沉靈靈的朋友 你不妨真的試一下 這樣來認識神 不知道會不會 現在就是一個好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適合的話 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 我很想陪你 一起做一個尋找神的祷告 很容易的 我帶著你 你閉上眼 我們一起做個祈禱 很快趣 我們試一下吧 神啊 如果你真是存在的話 如果這個世界上真是有個神的話 我很想 我很想遇到你 我很想認識你 我很想 我的生命真的不是一個隨機的偶然 而是每一日 我都可以很有動力 我的人生很有目標 我都很想像剛才那個女生一樣 每一日都過得快樂 每一日都 心裏面有一份 我講得出的喜樂 我都很想有 神啊如果你存在的話 你可不可以讓我遇見你 你可不可以讓我遇到你 這樣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門 就是這樣而已 希望你真是可以找到 認識到這個天地間的神 如果你住在溫哥華 如果你住在列治民的話 我更加邀請你 不如來哥倫基督教會 和我們一起敬拜一次 讓我們真是可以認識一下你